各位丰盛清卷的好朋友 当我们在神面前 可慕 更认识他 更亲近他 诗人不断用几句话 重复不同的语言来告诉我们说 要向他唱诗歌 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以他的圣名为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寻求耶和华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明白吗 我们要用歌来歌颂他 要谈论 谈论的意思是什么 彼此之间 我讲给你听 你讲给我听 我的经历是这样 谈论什么 神一切的奇妙作为 第二节跟第一节有进展性 第一节说你要传扬他的作为 现在说你要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灵命进步的一个目标 去经历神的奇妙 他就这样让你去体会到他所做的都是奇妙的 所以你要常常有这种话语 自然会出来哦 奇妙 上帝做了这个功 奇妙怎么有这个转变 奇妙怎么这么看到这个不可能的事发生呢 怎么有这个结果 因为神是奇妙的神 不但这样 你不要只要期待上帝为你做事哦 你这一方面要怎么样 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阿的人 心中应当欢喜 寻求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但用口来赞美 称颂 你还要诗歌来歌颂 但是你也要最重要 以上帝的名为夸耀 说你最敢荣耀的事就是神的名 这个叫以神的名为夸耀 你自然而然 要这样经历神 你心中就有欢喜快乐 但是灵命的根基 在一个很重要的字 就是寻求耶和阿 诗篇27篇也提起 我们要怎么样寻求他的面 就是我要见到我的神 我来到荣耀的宝座 我要见到我的神 他是荣耀的神 寻求耶和阿的能力和他的面 他说我们都是 亚伯罕和亚各所拣选的主生 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纪念 除了事说寻求以外 还要纪念 就是英语的话是很简单 就是记得 Remember 你要记得神的一切作为 这个事情对我们自己的灵性进步有关系 你越会使算神的作为跟他的恩典 你感恩的心就更多 你感恩的心多 你的喜乐就多 你的喜乐多呢 你就很兴奋 要去分享你所经历的神 我常常喜欢为自己立一些目标 我鼓励你 今年你要不要立一个目标 是我要经历神 把这个经历神三个字写下来 然后贴在这个你的室桌前面 我要亲身去经历神 所以呢 你要纪念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有很多奇妙的作为 纪念他的约 第二个纪念是纪念他的约 第一个纪念是纪念他奇妙的作为 这个约是什么呢 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跟以下所起的事 是什么 神说 我做你的神 我带领你 我要祝福你成为众人的祝福 万人要因你得福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我是你的神 几次上帝用启示的话语 亲自告诉亚伯拉罕 他说 你看天空的星星 有多少死不完 我也要让你的后衣 多如星星 多如海边的沙 这是神原本呼召 亚伯拉罕就给他的祝福 所以这个约 永远立定 上帝是守约的神 我不知道你是我已经受洗 你加入已经受洗 在受洗那一天 是上帝已经签了这个约 借着我儿子耶稣基督的血 你的罪得赦免 你是我的孩子 我是你的天父 从今天开始 我父亲做你父亲的责任 你要做我儿女的责任 这个约就成立了 纪念他的作为 纪念他的约 很谢主 上帝常常提醒我们 借着圣餐 圣餐的时候 我们会被提醒说 这是立约的血 这是为我破碎的基督的体 所以我们重新回到那约里面 我是在约里面的人 提醒自己 神不会毁约 我也更不能毁约 恩主感谢你 让我们一颗心 来纪念你奇妙的作为 我们更要纪念你所立的约 把我们在约里面 罪得赦免成为你的儿女 这个约永远存在 主要提醒我们 我们是在约里蒙接受的 在约里成为你的儿女 今天我们回到你面前 渴慕那立定的约 在我们身上 是确真的 是实在的 祝福我们 祷告奉旨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